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開電動車就非常的單純 同一年即將到來 許多人會藉此返鄉或是規劃一個長途旅遊 而目前台灣電動車市場也越來越普及 其中特斯拉就超過80%的電動車市佔率 在旅行前特斯拉要如何簡單的自我檢測呢? 就讓電動車達人CJ來教我們如何做吧 大家好我是CJ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年前上路之前開特斯拉要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點就是上路之前一定要先注意自己的輪胎 它的胎壓、胎紋還夠不夠用 檢查胎紋非常簡單就是從輪胎的側邊 因為它會有一個符號 像這個是一個箭頭的符號 然後從這邊就會往裡面 就會看到說它這邊有一個它的警示線 那基本上這個線跟你的輪胎 如果是齊平的話那這個輪胎是一定要換的 像現在看這個輪胎 它的這個警示線跟這個輪胎的深度其實還差很多 就代表說這個輪胎是OK的 最裡面的一定要稍微摸一下 看它的胎紋的胎勾還夠不夠深 那四個輪胎檢查方法都一模一樣 就建議大家出發前一定要確認說自己的胎紋是夠不夠的 那胎壓的話就可以直接從車子上面可以直接去查看 或者是你用TESSA的APP上面也會顯示你的胎壓是多少 其實每台車的胎壓呢 建議的數字都在車門的這邊貼紙上面 那我大家忘記吧就可以去看 像車子的話它建議都是建議42PSR 然後另外一個呢 出發之前呢可以看看自己的雨刷水還夠不夠 雨刷水加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前面的前車廂蓋打開之後 就可以去添加你的雨刷水 那最後一個要注意是因為大家要開長途嘛 那可能建議會大家說可以帶著鋁充 就特斯拉圓堂的鋁充它其實可以插110的插座的電 它就可以正常的去充電了 那還有一個狀況是大家可能會擔心說 出發前我是不是要檢查一些什麼車子的一些 一些配備啊一些電子零件啊 其實這些都不用擔心 TESSA的APP呢它偵測到問題的時候 它會主動的跳通知出來 就像前陣子CJ就有遇到說 車子上面的小電瓶它故障了它需要被更換 那APP就會提前跳出通知 通知車主說可以去進行預約維修 然後回到原廠去做免費的保養更換這樣子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對 基本上開電動車就非常的單身 如果說你半路上遇到任何的問題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打 特斯拉的車主的聯絡電話 它是24小時的 0800也不用錢 那你隨時都有人會幫你聯絡 會幫你處理 這些呢他們都會有可能會有專門的團隊 或者是拖車 協助你把車子的問題給解決 做好完全的準備 連結期間就可以放心的出遊啦 自由汽車頻道 祝大家新年快樂